结合大旗与古月的大旗鼓 每到过年过节就会出现在北马一带 而这种普遍在北马才会看到的中华文化表演 如今竟然也能在南马的柔佛麻坡找到它的踪影 原来早在两三年前就有一批龙师爱好者 将大旗鼓表演文化引进到麻坡 并在南马一带推广 让南马的朋友们不用大老远去到北马 在自己的家乡也可以观赏到这个传统的文化记忆 鼓声响起壮汉堂着大旗随着古月挥舞着旗帜 从早期为审诞重新的表演 到后期加入武士武龙的大旗鼓龙式游行 已经成了槟城别居一格的常年文化活动 每次都能吸引大批民众及游客争相参与 而近年来原本就有着蓬勃武士武龙文化的麻坡 也有人默默地引进大旗鼓文化 让南马人也能见识到大旗鼓的美丽 大旗鼓文化 起初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以古龙式为主 古大旗鼓我真正来讲是差不多三年多四年吧 大旗鼓因为在麻坡的话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我就想把这个带进来 给这边的人认识这些大旗鼓的文化 其实青山蛮多地武有这个大旗鼓的 只是没有这样北海他们有一个转转大旗鼓的游行 这一面看似魁梧的大旗 其面有25公尺大 教练说大旗的武法千变万化 武器的人可随着鼓乐的伴奏来呈现表演 没有规定的动作或舞姿 全凭个人技巧和呈现方式 看着学员一抛一切地挥舞着大旗 在一旁的记者心跳也不自觉地加速律动 团队中除了初期和教练一同将大旗鼓 引进麻坡的学员 当中也看到不少年轻一辈前来学习这项传统技艺 或许因为兴趣爱好使然 夜日当空下他们不畏辛劳奋力地练习 我学了这个大旗鼓大概有一年多这样的时间 就想要传承一下我们华人的文化 因为南马那边确实是蛮少一下的 看到这个大旗鼓就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 这个东西好像很好玩 就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一个中华文化的东西 就有跟我们的教练还有几个会员就说 不如我们把这个大旗鼓的这个文化带下来麻坡 让我们的前辈或者是晚辈 都可以接触到这个大旗鼓的一个文化的东西 在向神明祈求演出顺利之后 五月开鼓大旗鼓的表演正式开始 由于大旗鼓不为麻坡人数知 演出方面也需要比较空旷的空间 所以成立这三年来 出场的场次相对得少 不可多得的登场机会 让教练和团员们格外珍惜 每一次的练习和演出 目前来讲其实场次真的很少 因为大旗鼓麻坡这边的认识真的会比较少 大旗鼓方面因为它本身它很高嘛 如果游行的话在麻坡还是特定的几条马路 才可以舞动不了 因为电缆很多 我们都会以出队的方式来当做是练习 因为我们的场地有限 所以就会把握每一次出队的时候 每一个机会来当做是练习 不管外人反应冷热 大旗一挥 挥洒的竟是自身对于这种传统记忆的热爱 抓紧旗杆 坚持且奋力地 让大旗鼓在麻坡抓根飘扬 而挥洪运扬 我们的洞皮疗 这么好吃的 旗鼓 咬到火尖 我们的洞皮疗 其实就会有红水 在一个某巴上 使我们的洞皮疗 出自软